現有些人在台北太野生涯 本來對客家完全無本事了解 不如他在他特地交通太匯客家好演 不如他有案例 他說靠主靠多維 不如他所說 主要因為他特地客家好演 說他加工人士的一種文化 對他全部和文化的意義來說 他創作後又加了一種元素 和他特殊的世界 他都在比利時推薦了 就這樣好到去利行 去利行以來認識到 仍然立刻這個高官的反應 在認識世界有一個企業 所以以來創立的貫出事 我告訴大家仍然行出去 內心到日內美祖地說來一次 前兩年的20日 很輕人來來嘻嘻的事實 我現在做的很多實踐 它都是基於我小時候覺得很美好的事實 我現在做的很多實踐 它都是基於我小時候覺得很美好的事實 我想要再創造給別人 讓他們也體驗到一樣的美好 我們也是環保相關的 有人在做美食的 有人在做設計 那滿多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會讓你視野還滿開闊的 在這個空間給我還滿多 靈感跟支持的吧 特別是從原本我自己是一個人 然後我孤單了一整年 然後就到後來 即便我同事可能再多一個兩個 但整個空間其實有滿多 各式各樣清清澀澀的人 有相似有不相似的 但大家可能會共享著一些共同的特色吧 他可以不斷地提醒或者是陪伴大家 在人生中去處於一個旅行的狀態 不管是對於新事物的探索 然後或者是認識新的朋友 然後或者是 是一個可以靜下來沉澀自己的地方 陳優賢 聯合的勤勤的主義 他還要對離航親父母的年 他從初他做到最富調整 從初 精彩離場的所在 就長期不是學家年三圖的學家學年 進到交大還有客家學院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會有一些滿新鮮的元素 我其實是很喜歡文化的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今天念傳播的這個專業之餘 我們還可以認識另外一種文化 然後是我比較不認識的 我會覺得其實是滿有趣的一個過程 前後期有請鄉書高層的陳優賢 在所有世界就有遺憾的比例子 還要遺憾做到沒什麼 就這樣 開市情好遺憾 他發現遺憾會過變 他人人分斷的想法 對美女最會做的事情 不會達出特許 大家其實在旅行的過程 在不同文化的衝擊底下 或者是不管去環島還幹嘛 其實很多人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就會有很多的靈感 或者是覺得 我好像回到生活中 可以做什麼改變 或是可以做什麼樣的行動 傳統 左紙 ervice presque 西吳 consuming 西吳 Lun 來 看 你 在 態度的邊緣製作的專題 才會過邊小三年 吹起離行的態度 吃外食 然後從買菜到煮菜自己搞定 那其實很多事情 有些人可能覺得很簡單 可是對有些人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系列的挑戰的卡片 邊緣以後其中滾出市的精神 繼續下市和三家的其中的文創送品 譬如說離行的人的營養卡 這樣才跟離行的世界 就要跟一般的觀光下 有無相同的告法 要去注意菜池的飲食物 不在無目的地的水魚料 這幅卡它的功能比較是一個靈感 就是你還可以做哪些不同的事情 就比如說 你可以走進就是你不知道的小巷弄 就是特地去鑽小巷 然後或者是 靜下來去蒐集當場的聲音 有多少聲音這樣子的任務 有其他人說 成伯的日子也多的是一種的離行 交換市集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很多來的攤位的攤主 他們可能都是關注不同議題 或者是不同工作的人 然後我就記得有一個攤主 他就跟我聊完天 然後他也跟很多攤主聊完天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我真的覺得我的生活應該要多走出來 你怎麼回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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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周圍的有感覺得跟他 除了離行韓國潘法圖 有些也會利用某相同的想法 來關心反擊的議題 將那個溫生節 其實就重新天一祖 飛物貴賤 就是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哥倫比亞的藝術家 然後他就說 雖然我很喜歡用垃圾做成藝術創作 那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垃圾的鬼屋 然後我那時候就發想 我就說好啊 那我們就叫他廢物鬼節 就是一個廢物門要群起公知 就是要起來起義造反的一個 對抗人類的一個節慶 劉憲說 我從離所鬼祖鬼祖鬼祖 就要感到他去思考了什麼問題 其實那個活動很有趣 因為我們就真的要 街頭巷尾的去拜訪店家 然後要請他們 留給我們他們店家製造出來的垃圾 不管是咖啡店的牛奶盒 然後或者是早餐店的奶茶杯 然後到最後把這一個一個垃圾 都去佈置在我們的空間裡 所以我們會滿希望用有趣的方式 去讓大家意識到一些我們 平常比較無感的一些議題 利用理想的空間來做到各種的可能性 通常活的東西不太假 有些希望 君出師人生理所 在太假做的上方上天的素材 向上人做的QH 勇敢的行出 豐富精彩的人生理場